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2018年上半年我最喜歡用的十樣護膚品 很多人都會跟我說想看我的護膚品 或者我平時用什麼的護膚品 因為上半年我臉在濕疹和皮膚敏感中度過了好幾個月 所以我沒有拍護膚品 但我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所以接下來我都在籌備拍護膚品 這段影片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反應有沒有那麼大? 因為我都用了很深色的粉底去化妝 但可能現在前面有打燈 之後我已經用了深色一點的highlight 還有打了很多陰影和bronzer上去 但因為我下了妝後臉真的比我的手更白 我的身體沒有那麼黑 你會看到我後面也是白很多的 我想是差五折色 所以我現在很努力去美白我的手臂 令到希望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的影片的 contrast 沒有那麼大 所以大家體諒一下 我最近的手很黑 我不會太出去曬太陽的 半年前我都分享過我最喜歡用的卸妝油 就是這個Soptimo的Speedy Cleansing Oil 這款是一個日本非常便宜的開架下妝油 我依然都很喜歡用它 但因為不是每一天都會化全妝 我現在上班如果沒有約了人出去的話 我都會塗一點concealer 然後滑眉、胭脂、光彩,就上班了 我就不需要用到下妝油那麼重手了 取而代之我喜歡用Clarance的Cleansing Milk 這個Cleansing Milk我是在卓越買的 它一套有Cleansing Milk和Toner 它的Toner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但這個Cleansing Milk我覺得蠻好用的 它擠出來是一個lotion狀 有一點淺綠色的 聞起來也是一個很溫和的草拌香味 我自己覺得蠻舒服的 然後擠出來就會是一個很柔軟的 很滑的Cleansing Milk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覺得它在我皮膚很不穩定 敏感的時候都沒有令到情況惡化 很溫和的 然後它清潔的能力也是中上的 如果你一般淡妝的話 都不需要洗第二次、第三次的 但如果我化了眼妝、防水、眼線 我就不會用它 基本上我不會用它來不停擦眼 因為它有毛 它會令到我的眼睛很蒙 所以這個是一個小小的缺點 但當我化淡妝的時候 它的清潔能力是非常好的 就算我用眉啫的那些 它都可以很快便洗完 我剛才有說到我會用一些潔面筋 去抹走一些卸妝的產品 小吉你什麼時候上去的? 你又走過了 我會用哪一款呢? 就是這款 這款我是在淘寶買的 就是一個一次性的秋彩色棉油筋 當你抽了出來你就會發現 它是一個比化妝面油韌 但是又比毛巾柔軟的一個質地 我發現用這種的潔面筋 雖然沒有那麼環保 但是它可以清潔的功效會更加好 你卸妝 無論你用卸妝油或者Cleansing Milk 你都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洗乾淨了 因為這種潔面筋 它可以抹完濕水搓完再抹 繼續重複再抹 就可以抹到最乾淨 沒有粉底或者任何化妝品殘留在臉上 就會一目了然 在同一間淘寶店 除了有這款綠色之外 它還有一款紫色的 紫色的這一款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你會發現紫色的這一款 它是比較多孔孔 比較多妄妝的 我就幫大家試完兩款 這款就發現綠色這一款 是上面比較舒服 比較溫柔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去刷傷皮膚 我推介這一支 在韓國買的 牌子應該叫Clairs 這一支是一個非常保濕的 一支 它是在韓國哪裡買呢 這支我是在COAX的商場 一個美妝店買的 就不是Olive Yarn 我不知道Olive Yarn有沒有 香港我看到WISH是可以買的 大約200元前後 它支出來的質地是不算很稀的 看到它流下來都需要一些時間 不會一聲就已經流到到手肘 當你推開了它 它也是一個有感覺的Tone 它不算是那些很水狀 抹上去好像毛密 也不是那一款可以幫你去角質的Tone 它純粹是一個非常保濕 它保濕度如果不是乾肌 如果你是中性肌膚 甚至是一些油性肌膚 我覺得你夏天日後用完它 就不需要再擦很多護膚步驟 因為這個牌子都標榜它們是一個 simple skin care 可以minimize 減少你用產品的數量 所以它基本上一支是比較multi use 星期六日 有時候不想化妝 我會用它去代替很多 skin care 讓皮膚休息一下 就會用到它 說起一個保濕的產品 便宜一點的選擇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 德國牌子的精華 一個安瓶 如果你有看我最初的影片 都會發現我自己很喜歡這個安瓶 裡面一盒有7支的安瓶 一支可以用兩次 或者同一時間給兩個人用 我自己覺得它的保濕效果是頗持久和顯著的 它不算很黏 但安瓶一直都是晚上用的 所以用完它之後再塗一層薄薄的cream 那晚就算我開全晚冷氣 不斷吹著自己 都不會覺得很乾 說起乾字 其實我真的知道自己冷音的問題 很多身體的觀眾 或者不是聽我講話的觀眾 都會留言問我 知不知道自己有冷音 你有幾個字 你說完好像沒有分別 是真的因為我不知道對我有什麼分別的 即是你們會說得出他們的分別 而我聽完你們說 或者我自己說出口 我是分不到的 這個是我這麼大個女兒 一直知道的問題所在 然後那些朋友是很努力地教過我 然後他們都放棄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冷音改善的方法 不妨告訴我 記得留言告訴我 因為我自己都很想很想去改善 讓大家聽得舒服一點 那我們繼續 然後就想說一些cream 我最近有兩款cream 都是很喜歡用的 有一款基本上是我用了很多年 因為我2017年就沒有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次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已經說過 死了 這一盒就會是PALMARA的一個watery cream 這個牌子 基本上我在韓國都算是最喜歡的牌子 我貪它是很天然 沒有那麼容易令皮膚敏感 還有基本上任何膚質都用到 裡面不算是非常稠 都算是一個lotion狀的質地 塗在手上是有一點厚度 但是絕對不難推開的 然後它的味道是非常清新 也沒有酒精的味道 這個cream我夏天會當晚霜用 我冬天會當日霜用的 這些輕熟型的肌膚 沙漠肌都是非常愛用的 而我這半年最喜歡用的日霜 就會是Caudalie的 這個Moisturizing Sorbet 它的樣子很容易認 就是一支淺粉紅色的cream 這個cream 我覺得它的質地 用Sorbet去形容是非常適合的 它擠出來是挺挺身的cream狀 但是你一塗下去一推開它 它就會瞬間溶了 變成一個水狀 非常之刺激的 這個Moisturizing Sorbet 它推開了之後是很薄很水的 基本上Caudalie的所有產品 對我來說都有這個小缺點 就是它的香味都很厲害 比起其他的產品 它的cleansing milk 它的toner 這一股的味道算是挺清新的 它有一股青瓜 再配上花香的味道 所以不算很難聞 但是如果你真的抗拒一些很香的皮膚 都要小心留意 然後special care 就想說一個磨砂 基本上我上個月5月最愛 應該有提及過它 就會是Fresh的Sugar Face Polish 這個磨砂基本上是我多年的最愛 我去年沒說 今年會提及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不說它 簡直是對不起我自己和觀眾你們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用這個磨砂 它是用完之後皮膚非常柔軟 絕對不會覺得乾 一年四季我都用到它 所以大家真的要試一下 你會看到它裡面好像一片東西 但是你也會留意到它是一個很幼滑的磨砂 不像其他磨砂一樣 明顯看到很多一粒粒的東西 由於我之前五月最愛已經提及過它 我就長話短說 真的覺得很棒 雖然它有點貴 只要五百多元一瓶 你不會每天磨砂 所以這五百多元基本上可以用到你半年 大半年 甚至你如果真的很懶的話 可以用到一年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去入手 之後就會是這個 HOO的綠容面膜 後面最有名的就是那個避貼精華 我自己是很喜歡很喜歡用的 然後今次去韓國就買了這支綠容面膜 我自己是好奇的 因為它算是一個後的明星商品 而且很多人用的用後感是說它會發熱 我自己就覺得很有趣 所以就去買來試一下 它貼了出來是一個米色的比較稠的質地 然後你擦開也是很稠的 你會看到它一邊擦就會變成一個透明狀 很油的很亮的質地 基本上你一邊這樣擦 它就一邊會發熱 是很好玩的 而且它貼這麼少 它伸延的程度都很大 這個面膜我覺得它最大的功效就是它發熱 令到皮膚血液循環會好 而且它這種比較油脹和易推的質地 就可以做到幫臉按摩和按摩的效果 自己就覺得它不是一些保濕的面膜 反而它說它會藉著這個熱力 令到毛孔擴張造成一個清潔的效果 後的產品全部都有一種很雄雄華 是華貴的一個貴氣貴婦的香味 這個面膜也不例外 它通常敷完大約10至15分鐘就可以去洗掉它 如果它清潔效果是不是非常之好呢 我自己就不明顯的 因為我是一個沒有粉刺沒有黑頭的人 所以基本上我是用來routine去用它 但你敷完之後整個人會感覺到很放鬆的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那天不想敷一些保濕面膜 但又有些時間的話 我自己就很喜歡用它 而今年2018年上半年我最喜歡最喜歡用的面膜 就是Matic Hue的這一款保濕面膜 這一款我上次說完之後 很多人都很踴躍地跟我說 我都覺得這個很好用 我自己在香港沙沙就看到98元有一盒五塊 我覺得雖然它的價錢不算是最便宜的面膜 但絕對值得這個價錢 它裡面的面膜是一個生物纖維的質地 它不是paper mask 所以是做到非常之貼面 而且你敷完之後你塗這個精華 就完全不需要一點都不需要再塗些什麼 你翌日起床都會有一個非常飽滿 然後水潤的肌膚 而且這個效果真的可以長兩三天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推介大家去買 它真的俘虜了我這上半年的心 而最後一件事想說 就是一個頭髮的產品 今年上半年我沒有用到一些很經驗的洗頭水 護髮素、護髮膜 但Hair Oil這一款也是超級無的高 就是韓國Arami的玫瑰髮美油 因為太多人inbox我去問哪裡買 我這次就在這裡回答大家 在韓國有一間叫lobh的美妝店 就會找到它 如果你不知道哪裡有這間美妝店 也難得去找的話 在首爾站的樂天超市 一進門口右邊會有一間美妝店 我也是在那裡買到過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也有Fuers買了之後 inbox我真的好香 很好聞 而且它真的很清爽 我自己會分兩款的髮美油用 有一款是洗頭後 然後吹頭 而這一款就是我日間出門口之前 會塗在髮尾上出門口 一塗完之後 簡直是有花反在旁邊的感覺 可以保證 每一個女生都會喜歡聞的味道 好了 我分享完我2018年雙半年 我最喜歡用的十樣護膚品 我不知道今集有多長 需不需要剪上下集 因為我真的錄了很久 希望你會喜歡今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